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树叶上方 弟子飘到大树下观看 金色花雨从树上挥洒下来 好看极了 弟子魂体沐浴在金色花雨中 心里感觉前所未有的轻松 尘世的种种烦恼消散得一干二净 缓步走到观音村道场的山门外 黄金色的屋顶 红色的木门 红色的围墙 心灵净土的全部建筑物都会散发出无比奇妙的光彩 非人世间所能制造出来的奇异妙光 推开木门 踏入里面 两处修剪成圆形的草丛 无风轻摇 发出零零当当的佛乐 让居住在净土世界的菩萨厅门后 能够保持心境平和安强 走过光滑圆润的鹅卵石小道 每一颗鹅卵石都好像手掌这般大 成白玉色泽 发出碑白光芒 来到通往内院的台阶 弟子用意念打开木门 木门后面是类似于明朝建筑风格的庭院设计 中间有一个大湖 大湖两旁有雕刻精美的廊桥 连接湖面中间的一座白玉石亭 南京菩萨坐在梁亭内的石桌上 用天眼观察在娑婆世界修行的佛子们 用意念点画他们 修行上遇到了困难 菩萨看见弟子站在木门外 点头示意弟子过来梁亭内坐下 下一秒弟子就坐在梁亭内的石椅上 南京菩萨轻点石桌 石桌表面显化弟子当天在共修会的言行举止 在看到义工们共修白化佛法时 南京菩萨仔细观察众弟子的学习态度及行为并给予记录 遇到无法理解的地方 南京菩萨非常耐心地教导弟子如何理解白化佛法的意境 以上为弟子在心灵净土学习白化佛法的场景 感恩师父 感恩观世音菩萨 弟子 马来西亚 180719 答 所以大家一定要学白化佛法 学佛不是单单做点功德 要有智慧 哪位菩萨没智慧 没有智慧怎么到得了天上 白化佛法一定要好好学 所有的弟子都要好好学